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乔达的阴影之下 他们的实力可不能说差啊 92年的尼克斯和98年的步行者 可都是和乔达打满了七场的 要知道乔达在总决赛上也没打过乔七 詹姆斯时期同样前期的绿军这里也就不说了 看看詹姆斯统治东部这几年的对手都是谁吧 前面是罗斯的公牛和老麦的绿军三巨头 中期是乔治的步行者青年军 再之后是德罗赛 波瑞的猛龙 这两年是重建的绿军 说实话 这些对手强不强 球迷们心里没有数吗 除了绿军三巨头能算得上是一只历史性的球队外 那只球队还能拿得出手 其实如果真的不好比较的话 看看总决赛的结果 就能对比出姆姆斯统治的东部有多弱 乔达总决赛全胜没有打过抢七 不算零七年的马次 詹姆斯的成绩是三胜五负 赢了三次有两次打了抢七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为什么能从东部杀出 到了总决赛却是胜上负多 还不是因为东部太弱 这和当年的乔达完全不一样 当然你要说乔达时期的西部太弱 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想说的是 乔达总决赛击败的对手是 配段的超硬素 巴克利的太阳 犹安双杀的爵士 而且这些球队没有一支球队 把乔达逼上了抢七 总之 乔达统治时期的东部 绝对是要比詹姆斯统治时期的东部强 就算有些球迷不了解90年代的东部 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球迷了解詹姆斯统治的东部 要知道詹姆斯统治的东部不够强 这一点就足够了